小时候喝饮料的迷惑行为 看看你中了几个 一饮而进行 小时候一喝带气的饮料 通常会一口气给他喝完 然后打出一个长长的格 总是喝小伙伴的米饭 看谁打的时间长 温文而雅行 把瓶盖拧下来 将饮料倒入瓶盖 然后一饮而下 感觉逼格一下就上来了 好像在喝82年的拉菲 就是有次我爸喝酒的时候 我这样喝饮料 他非说我学他 追着我打了两条街 君子动口不动手 有手我不用 我就是玩 打我笨蛋 非得用牙把瓶盖咬成这个样子 才会心满意足 七孔八栋形 通常会拿圆珠笔 在瓶盖上扎好几个洞洞 这样饮料就可以滋着喝了 不过要控制好力度 不然就会像浇花一样 弄得满身都是 咬定脚铁形 小时候喝这种盒装的饮料 总会把吸管咬成这个熊样 因为我觉得这样喝饮料 味道会变得更好 喝袋装饮料的时候 用牙咬出一个小口 这样就可以把饮料拉成一条线去喝 喝完之后将包装袋吹满气 然后拧紧开口 用脚狠狠地踩下去 这是我这一天的快乐 出洋相型 小时候去亲戚朋友家 阿姨总会热心地倒上一杯饮料 这时候我就开始了出洋相模式 用嘴叼起饮料喝 就好像没有双臂一样 随后就是被妈妈追着一顿毒打 杠杆借力行 喝这种罐装饮料的时候 由于没有手指甲 不拉环的时候就会非常费力 这时拿出我的铅笔 轻轻的一翘 轻轻的一翘 我心里的铅笔 做了还是先喝饮料吧 看还做过哪些其他的迷惑行为 和丧城里去告诉我